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握你一下時間嗎 你可以跟我去MOTEL嗎 現在沒有那個時間 真的喔 對 你們還有這樣子喔 你們去酒店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不好意思 我不再敢去 那你們有空嗎 就是可以跟我去MOTEL嗎 你要不要跟我去MOTEL嗎 我們可以留電話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要上班 就去MOTEL嗎 你覺得可以幹嘛 不要 那你可以跟我去MOTEL嗎 MOTEL 蛤 你看不太好嗎 可以跟我去MOTEL嗎 可以跟我去MOTEL嗎 你們可以跟我去MOTEL嗎 MOTE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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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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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要不要6點以後跟我去MOTEL 我6點以後還有原因 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下的時間嗎 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下的時間嗎 等一下 要坐 你男朋友可以跟我去MOTEL嗎 你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你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真的喔 你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不要不要 你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你要幹嘛 一下下嗎 真的真的 你要幹嘛 那你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好 你可以跟我去MOTEL嗎 不要 你的男朋友可以借我一下嗎 你要不要 那我可以跟去嗎 你覺得這樣跟來好嗎 你覺得這樣跟來好嗎 你可以跟我去MOTEL嗎 蛤 不好意思 不行喔 可以跟我去MOTEL嗎 蛤 不要 要穿褲鞋嗎 不要啊 不用 我不好想 有碰過嗎 真的嗎 對啊 他這樣子可能就是要我們就花錢 你覺得怎樣 有點奇怪 你真的想打她嗎 沒有 我真的想要跟她 應該很多人會答應 女生長得漂亮就會答應吧 不太舒服 感覺有點侵犯到我 如果下班的話會不會答應 也不會啊 為什麼 因為我有女朋友了 真的會嚇一跳咯 不是很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蛤 因為驚訝一下 你這裡也是不會答應到我 會考慮一下 會考慮一下 平常心看到 一般的男生是看狀況吧 如果不用錢 可能有陰謀 應該是來騙東西的問題 你不會怕他會騙你色嗎 喔 還好啊 那還是不吃虧啊 所以如果今天單身的話 你覺得 成功機率高不高 不知道應該蠻高的吧 你為什麼覺得嚇一跳 太突然 太突然 就不熟 不熟 所以如果熟的話 熟的話應該不會在路上這樣問 對 台北 還沒有那麼開放吧 我覺得國外也比較有可能 你當著他這邊問我 我怎麼可能跟你說要了 對 所以如果 沒有啦 嚇騙 嚇死了 為什麼嚇到 對話說 什麼摩太友 因為你剛剛叫我 嚇一跳 怎麼這麼大膽 在街上問這個東西 我一直覺得 摩太友應該沒有什麼 有益順心活動 電語來 你可以用語言語嗎 你一個人嗎 我一個人 一個人 喔 哈囉 你有時間嗎 等一下嘛 跟我們鏡頭說個嗨好不好 跟那個 我們鏡頭說個嗨這樣子 媽我上電視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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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